廣東東莞由九十年代起 已經發展成為製造業的重鎮 當時你穿著的冷衣、波鞋 甚至是在用著的電腦 起碼有一成以上的機會由東莞製造 當地政府和廠商近年積極推動自動化 和高增值轉型 因為內地的生產成本不斷上升 再加上金融海嘯之後 國際需求疲倦 這幾年來成效是怎樣? 東莞的經驗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 又有甚麼啟示呢? 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 東莞一定是一個主力的車間 這個以製造業知名的城市 涉足三十幾個行業 在這裏生產的產品多達六萬種 在高峰期那時 市場更加有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說法 早在八十年代中 東莞經濟已經開始起飛 踏入二千年 每年經濟增長平均仍然保持在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水平 不過 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當地經濟急速滑落 增長曾經低見百分之五點三 截至今年上半年 亦只有百分之七點五 08年的金融海嘯 導致製造業的海外訂單大減 不少工廠因而倒閉 當時東莞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廠房招租的廣告 我想有危有機 短暫性我們確實有一個疹痛在08年 但這個時間反而很短 因為市場確實是買少了東西 但亦都毛利率會降低了 但亦都這個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令到我們的買家 我們叫做更加歸邊 即是來講 它會更加偏向一些有實力的公司 即是來做購買 這間港資的製衣公司 九十年代初已經在東莞設廠 見證著這個城市 這二十幾年來的變遷 管理層說 金融海嘯確是對當地的經濟造成一定的打擊 但內地生產成本不斷上升 才是區內急需轉型升級的原因 當年來講 譬如九幾年我們來的時間 請工人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就這樣擺一個招工處 即是已經外面有幾百人在排隊 然後去到一零年後 即是開始工人是越來越難請了 內地最低工資在04年起正式實施 工資水平由當時的五百多元人民幣 至目前已經升到一千三百多元人民幣 不過他們說 要加超過一倍的人工才能請到人 其實我們的平均工資 是遠遠高於整個最低工資 即是我們平均工資以一個車三的工人去計算 我們東莞這邊都平均要到三千八百元人民幣 他說工資成本連同其他 包括水、電、環保等等方面的開支 過去幾年整體生產成本每年都增加超過一成 所以集團一方面將設計簡單的低價值產品 轉移至營運成本比較低 例如是越南、簡報寨等東南亞地區生產 另一方面他們成立設計部門 以及提升生產設備 設計和生產一些高價值的產品 譬如說在一件衣服上面 我們會再加一些附加值上去 譬如有很多印花、有很多車花 有很多一些假石或者一些漢畫 即是這一類型的產品 令到這件衣服本身 由一件很簡單的衣服 就變成有很多附加值增加了上去 所以亦都變成在市場上面 可以保留到一個新鮮感 從而客戶都不介意可以給高一點的價錢 這類高價值產品 佔整體產品的比例 由08年的大約一成半 增至去年超過七成半 而過去五年 集團出口量雖然只是增長七成 但是營業額就大升1.6倍 第二,前塑裁展主要是靠人手操作 無論在工作效率還是質量方面都比較難有保證 有了自動化之後 現在只需要在電腦上輸入需要剪裁出來的圖樣 按一按按鈕就可以了 而一部的機器可以取代到四個人手 對勞工密集的企業來說 工資始終是最大的開支 為了減低工資成本 集團近年亦都投資了超過九千萬人民幣 引入自動化系統提升生產力 這部自動吸線頭機是他們自己研發的 以往是工人將衣服 逐件逐件放入吸線機內吸走線頭 現在就不用走來走去 人力留回來做生產力高一點的工作 譬如很簡單 以前我們一天做八個小時 可能他都有超過一個小時 或者甚至兩個小時 其實他在做搬運工作 他不是在做生產工作 我們利用自動化 將非增值的動作減低了 這裏這麼優美的環境 就算是平日 也有遊人來散步 其實這裏是鑼國務院 售牌的松山湖高薪技術產業開發區 另一年成立 目標是成為對國內有自販意義的科技新城 我們所處的國際大分工 我們是比較做附加值低的那一段 這方面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 就永遠都是跟別人打工 所以必須有自己核心的東西 有自己創新的資源創新的要素 能夠自己提升才能保持競爭力 高科技高增值的企業和人才 其實全球都在爭 園區已經發展了十幾年 希望吸引具有高科技和研發能力的公司進駐 目前已經有一千間內地和海外企業來了 我們也集合了國內外的十九個著名的高等院校 和福營機構在這裡設立了十九個創新的平台 而這些平台就帶動了我們珠三角洲 兩萬多間的企業轉型升級 這間大學研究院是其中一間落戶重山湖的研發機構 09年至到現在服務超過4000間東莞企業 由於企業本身的資源有限 他們正好填補這個空間 如果你想讓它去轉型升級 它連設計的人才都沒有 它連設計的手段都沒有 它怎麼去創新呢 對吧 那我這裡有這樣的實驗室 也有一幫相關的人員 第一個 它可以委託我做 對吧 再一個 它如果有些人做了以後 可以到我這裡做一些測試 檢驗論證 他們也會在研發生產品之後 和商人共同投資 到現在已經成立了18間企業 就有一些領域 那我們發現原來是沒有這一塊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我們有一方面成果 因為很好的市場需求 那我們就可能跟東莞的一些老闆來合作 隨著環球市場經濟改善 以求外銷為主的企業 情況已經有好轉 但是中國智力提高內需 而且經濟增長高 開發內銷市場 似乎是製造業的另一出路 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下星期和大家一起看